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候我们心中都会想起一些莫名其妙的旋律 那这个旋律就深入我们的心 那有可能这种旋律会不会就是你听过一首歌 那也有可能是你看过的一个影集 那这个影集它每次在开头或是主角要出现 或是在最紧张的时刻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旋律出现 你刚刚这样吹口哨的感觉 你以为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模仿饭吗 我们要开箱就是这个 没错 我们要开箱就是 Hatoi推出的曼达洛人 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 这版本比较特别就是可以看到丁甲林真人的头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部影集里面的设定 就是丁甲林他们这个派系的曼达洛人 就是比较传统派 那他们有一个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就是 决定要成为曼达洛人要开始接受这个训练的时候 发给你的头盔从那个时候戴上去开始 你就不可以在公开场合露脸 那你就会好奇他怎么吃饭 他怎么洗澡 那你要自己想办法 这代表什么 This is the way 那这一组也算是Hatoi推出曼达洛人这个系列里面的第三个版本 那这个画面就是出现在第二季 算是第二集 因为前面他们帮忙猎完龙以后嘛 那警长就还他了这个属于曼达洛人的这套制服 那这个也就是传说中的波巴菲特的衣服 在第二集的一开始 他的摩托车在沙漠中巡航的时候就遇到了陷阱 那这台摩托车 就是离火所以 对然后这个曼达洛人就像钢铁人般那样 I'm fine 这个后来当然就是曼达洛人就把那些坏人就处理掉了嘛 那后面这一个 他就用了一个提把 很像浪人 从沙漠慢慢走回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把 其实就是那一台支离破碎摩托车的这个前叉 河面他就是用这种黑色调去包装 那就是他透以在星期大战这个系列里面的包装方式 哇对对就是这个画面有没有 一打开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形象的图 一张形象的小海报 OK那更完整就是在沙漠上 然后曼达洛人这样 沥金沧桑沙沉的感觉 打开泡壁里面就分成三个部分 一个是最上层这种比较小的 就是特效件然后跟他的这个背包 还有一些武器装备的部分 还有这个手型的部分 再来中间就是曼达洛人的本体 第三个就是最合体的 他是用黑色的泡壳 那他放的这一个 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波巴菲特的头盔 这有点残破波巴菲特的头盔 然后还有这个波巴菲特的背包 就是他在第二季第一集协助警长 灭掉那一只龙以后 那警长还他属于曼达洛人的这些装备 OK我们打开以后内容物 哇最惊艳的就是这个 代表曼达洛人精神的这个贝斯卡钢 在这个版本上的这个涂装 做的真的是非常精致 虽然他已经经过电镀的处理 可是他表面也是有做这种旧化的这种纹理 他的光泽度没有到那种单纯电镀这么亮 这个就是丁甲林本人的头 那这位演员也是现在非常红的演员 叫佩多罗帕斯卡 整个这种头部的面雕 做得非常的精致 那特别是他的这个发型 就是有点贴 因为我没知道 他很难得才会把头盔拿掉 在剧中可以看到他拿掉头盔的次数 应该就只有一两次吧 感觉就是都是汗 会发现很贴 可是他在后面这边的这个头雕 有时候做一些这种发流 然后这种有点卷翘的感觉 他的这个眼神带点忧郁 他可能很久没有用真正的脸去见面对人了 在这个眼神中可以带出这种一丝不安的感觉 并脚上面这种毛流 他都有画出来 他不会只是一整片黑黑 一整片深色而已 那再来另外一个 也是这一组的一个卖点 就是这个 鼓鼓啊 小油打 因为这整支都是做硬胶的 他身上没有任何布料 所以他的这个布的纹理 就是预先先雕好的 这个布的上面也有这种布纹 不管是视觉上的这种纹理 或是摸起来的触觉 也是有这种纹理的感觉 OK 整个做得蛮好 虽然说他小小一个 那基本上他的手是没有可动 然后他的脚也是没有可动 他脚是只有漏这样的 然后他只有头部 可以稍微的这样转动 他的这个绿色 然后带一点白色黄色去做他的层次 然后你看他耳朵里面这种漸层色处理 也做得很好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他身上这些武装 所有的这个银色的部分 他设定就是要这种贝斯卡钢的感觉 可是他当然是以塑胶然后喷涂这种电镀色 然后表面再做一些这种污漬的处理 我们也知道这个贝斯卡钢他就是不会神锈 所以他上面这一些就是污漬而已 就是沙尘灰尘粉尘 那再来身上的这些武装肩膀的武装 然后胸甲腿部的这些这个贝斯卡钢的武装 都是用这种他是用魔鬼沾 你看就是可以拆掉 就是魔鬼沾沾上去 那整支的武装都可以卸掉 他全部的武装都可以卸掉 我们就姑且不卸给大家看了 我觉得卸好麻烦哦 你看他这边都可以拿掉 就算里面身体穿的这一块 布料啊他也不是很单纯 只是一个布料的衣服 他身上也是有不同的车红线 他右手背护甲这边 前面这边有一个这个装置 就是他的喷火枪 然后这特效件可以直接这样插进去 然后插到这个位置 对吧这位置做的很精致 然后直接这样 他这个通常都是他在 最危急的时候他才会启动这个装置 好我刚刚这样玩了一下我发现 不知道是因为衣服受限还是怎样 他这里 他这个关节水平可以这样举 可是这里其实就已经布料就已经拉很紧 然后往前 往前就只能调这样而已 比较可惜因为 你看这里的布已经很紧了 你看 这里的布我们已经拉很紧了 所以他没办法 再往前更多 我怕那个 腋下会破掉 再来他右手除了喷火枪外 他有附另外一个配件 就是像这个 这是纸的 这是硬的 这是有点那种 像蝙蝠虾那种勾 勾爪的那种感觉 他让你可以直接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搓进去 这样 那他真的设定其实就是 一个软的钢绳 射出去然后 可以把敌人拉过来 或者是他可以射出去飞檐走壁 那左手 一样他的这个 手背护盖上面 也有一个很特殊的武装 Wizzling birds 鸟哨 这样的武器 那就在这里 这个武器的替换 它是像这样拿掉 然后这个可以拿下来 这是关闭的状态 这是开启的状态 这个时候通常都是曼达洛人 呈现假装器械投降的状态 然后手放下来这样 下一步 他就是发射出他的这个鸟哨 那这鸟哨启动以后就像这样 就有点像那种追踪弹的感觉 然后直接到敌人面前 哦 这样装上去 还蛮有意思的 他身上这些子弹啊 在胸口的这几个 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你看 这个都是可以拿下来的 那这个子弹就是 提供这把安巴相位脉冲爆能枪 有点这种狙击型的爆能枪 胸口的子弹可以拔起来 那当然也可以进行填弹的动作 在这边打开 哦这个位置 把子弹放进去 你看 当然它就是一个感觉啦 那真的不能发射啦 你该不会真的觉得可以发射吧 那它左侧的腰部 上面挂了三个 算是遥控炸弹 磁吸式的遥控炸弹 那其中有一颗 是可以分离开的 OK 我们可以把它装回去 再来就是它身上的腰带 都有做这种仿旧的效果 很精致 即便连那种皮革上面有做一些这种污漬的感觉 后半段这边的铠甲也是都有做出来 然后身上有很多这种配件的扣环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武装配上去 那再来 它这一次的这块 这个布啊 我觉得做得很好 它布料里面也是有绑铁丝的 可以让玩家们自己去调整想要的动作 然后边缘就这种残破的感觉 我觉得做得很好 就很适合它这种 逆经沧桑的曼达洛人 对不对 它腰上有一个枪套 那枪套打开 那就是来放这把 IB-94 暴能手枪 然后这暴能手枪上面的涂装也非常精致 它的分色 其实这把枪反而是它最常用的 你不觉得吗 筋骨 这边也有两块 覆盖 然后一边是有放子弹的 然后一边是没有的 一边是一些这种配件 然后上面也是做这种干扫防揪的效果 然后这个 筋骨这个都是独立的 它就是可以拿开的 它可以独立旋转的 你可以去调角度 然后一路延伸到它的这个靴子 靴子上也是有做这种无质效果处理 然后鞋底 反而是鞋底比较干净 鞋底整个都是一个单纯的灰色 那这一次的喷射背包好像是磁吸式的 可以直接吸在它背上 看到 哇 那再来还有一些身上的小配件武装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振动匕首 那振动匕首上面也是有做这种旧化的感觉 再来就是它打龙的时候用了大弹遥控器 然后 这个遥控器也是可以挂在身上 然后你看像是上面这个小扣环 都是做分离式的 再来还有一把 就是曼达洛人的光剑 算是叫暗剑 谁可以得到这个暗剑 就可以成为曼达洛之王 原本被炸基础拿走了 后来被曼达洛人拿回来 它那个时候是用什么武器跟它对你知道吗 就是贝斯卡钢 所以这个时候 曼达洛人就拿这个贝斯卡钢的这个战锋 去对抗这个暗剑 有没有 无有以天屠龙就是这两把 他们就是可以互相互克对方 这样又乱说话又要被骂 暗剑它还有另外一个形态就是 刀鞘收起来的状态 那应该是直接拔吧 真的啊这把暗剑拔不出来了 它是不是粘住了 完全 你看我怎么转它都拿不出来 都已经快被我转断了 好啦就让它保持这样的状态 这次还有几个配件蛮经典蛮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伯巴菲特的头盔 那这个伯巴菲特的头盔其实做得很好 它就是有这种战损破痕的感觉 然后上面这种漆斑驳的感觉 你其实近看都有那种漆掉很厚 然后掉漆的这种纹理 然后连它的内构都做得很精致 我这颗头很精致真的很精致 那再来就是伯巴菲特的喷射背包 那一样也是有同样的这种旧化涂装效果 然后再来就是 它的这个 有点像扁蛋的这一个饼 那其实刚刚前面就有提到 是它的这个飞行摩托车的残骸 中间这边它做出这种 很像布的感觉 那一开始会以为是真的是布料 结果其实它也是用雕塑做出这种布的纹理 我们第一个阶段我们先把 它基础的武装都放到身上 那我们把这把鞍巴相位脉冲爆能枪 装上去 披风这边有设定一个破痕 然后它后面这个扣环 可以把它先拉出来预备 然后就可以把这把枪挂在披风的外面 这可以打开吗 可以耶它磁吸的耶 喔天啊 吸住 吸住啊 然后前面这个扣环 就一样都把它扣上去 这有一个挂钩 有看到吗 可以把这子弹稍微拿起来 有看到吗 就这样 扣下来挡住 这样 配件 这是照射的功能 这边可以打开 那可以把它换上去 有没有 好 我靠 我这样对吗 这披风跟脖子中间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个挂在这 那不就被这根棍子勒死了 这样挂的 好那我们完成第一个这个形态 就是有一个轻装的形态 那我们玩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到很惊艳 就不管这个头雕或是身上这些细节 然后身形的比例 就做得非常好 那这 这好像也算是我们第一次 比较认真的在开这个 HUTTOY星战的人偶 那我们再来 就来把它所有的 这一次这个set的所有装备 就是它这个扁蛋 挂上去 然后所有的武装挂上去 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样貌 这样 我们用这种方式先给它穿过去 挂成一束 因为它本来设定是 这个铁环要挂在这个钩子上 然后这个钩子好像没有什么弹性 所以我们担心挂进去就很难拆掉 所以我们就这样 这个意识到了 这个这个这个难了 这个手 这个油打进去 乖乖 可是明明这个油打比较老 对 他不是已经50岁了 第二个 这个的 绑带就比较特别一点 然后第四个 简单打个两圈 这样 OK 扁蛋 预备好了 OK 怎样 是不是很帅 大包小包的 我觉得它当初设定 这一个动作 就是为了出玩具 你不觉得它出的玩具很帅吗 很像我们那种全背型 Fluama 的钢弹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最喜欢的 全部背好背满的 然后整个身上的这一些 它其实这里面的东西好像就是 一些泡棉 就是假装是龙肉 OK 我们把这个 贝斯卡钢的这个 战毛 再装上去 哇 很帅 很有感觉 然后配上它这个 杂质感的底台 因为我们这样 看它是有做出这种 脚印的痕迹 对不对 那你看它这个后方 它的这个 左脚的后方 这边也有带到一个脚印 这个底台是合理的 它就是 模拟出它往前 一步一步这样 步履满山 步步惊魂 然后背着这个 鼓鼓这样 然后 配上这一些武装 就 这个作品之后就有很大的差异感 身上背着这个 波拉菲特的头盔 是很残破不堪的 然后又反映出它身上的这个 贝斯卡钢的铠甲 金属感很华丽的感觉 有没有 它做出一个这种 差异化 哦 真的很赞 你觉得这个值得吗 你觉得这个值多少钱 我记得好像 万 没有到那么多 一万出头的样子 对 这一万出头感觉就 稍微偏高 会不会 那当然它还有 推出其他的套组 比如说刚刚前面讲的 它骑的这一台 摩托车 有没有 这台漂浮摩托车 也有六分之一的比例 好像这么大 它还有一个 它骑的那个瘦 那个长得像鱼啊 所以它也可以坐在上面 所以它这个还有很多 变化性跟玩法 那还可以配上 贝斯卡长矛 以及这把按键 就是它当时 揮舞起来 非常笨重的按键 摆出很帅气的动作 那这把按键啊 它的设定啊 就是刀柄是这种 比较霧面的 光泽度 没有像刀刃那么亮 刀刃是用这种 光泽的材质 我觉得如果可以 应该刀刃的部分 用透明键 然后去做一些 烟熏或是 土白的效果 让它的这种 透度再高一点 比较符合按键的设定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跟大家开箱 就是 乔老师看完曼达洛人 败家的这个 曼达洛人的套组 ok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那我非常期待 第三季 接下来会有什么发展 现在还在上映中 那 我好像还看到第三集 后面还有好几集可以看 在看的过程 就会很想要去拥有 这个套件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那想看乔老师 开箱什么有趣的商品 也可以下方留言 让我知道 那希望朋友们点点赞 乔老师的玩具银行 就见了 拜拜 拜拜 哦 你看这个头盔啊 加上我们彭灯这种红蓝光啊 有没有那种 片头的感觉 让他进入他那个 曼达洛人的时候 你酷吧 好 真的耶 酷哦 就是这样 登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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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